我請教是李正浩 以美國的CDC 認為疫情恐怕會爆發 甚至要為生活被打亂做準備 不只是美國 包括南韓跟我們 也其實有一種競爭關係的南韓 他的經濟狀況 看起來未來的狀況 也非常不樂觀 來 李正浩 韓國我們討論很多 為什麼韓國疫情會真正大爆發 原因很簡單 因為慢了 可是為什麼慢到現在 他們還沒有封閉 跟中國的邊境 就一個原因 因為韓國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超級高 這叫超級高 我列舉韓國出口貿易出口 前四大國家 中國 美國 越南 日本 可是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的比例 一個中國抵過美國 越南 日本加起來 他對中國的出口比率是31% 美國對坎只剩13% 越南8.9% 日本5.2% 簡單來講 他損失一個中國的市場 美國 越南加日本都補不回來 他一年要從中國賺多少 我講的是出超 一兆六千億 他淨賺一兆六千億台幣 不是韓幣喔 是台幣 所以至今他們的官員 不敢對中國做邊境封鎖 就是這個原因 那來了 這個時候網友當然很生氣 所有韓國人民都說 我要邊境封鎖 我要邊境封鎖 你知道他官員怎麼說 首爾市長說 韓國那時候有SARS的時候 有MERS的時候 中國也沒有進韓國人入境啊 廢話當然不會 因為SARS就從中國出來 他當然不會進韓國人 他們的教育官員怎麼說 韓國三月一號要開學了 有多少中國人在韓國念書 七萬人 想像有七萬個中國人 要回到韓國念大學 他們教育部的官員說 學校要盡可能的接受 這七萬的人 他們衛福部 他們叫保健部啦 副部長說 照顧中國留學生 是韓國政府要保護的對象 這東西放在臺灣叫什麼 叫舔共 他們為什麼要 你的教育部是中國的 教育部長還是 NAT的教育部長 他們韓國網友真的氣炸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我要跟台灣人換總統 台灣網友看到聽到也不得了 我們怎麼可以換 他說好要換沒關係 韓國瑜馬英九 柯文哲你選一個 我跟你換 這狀況就是他們的官僚體系 因為經濟的依存度 所以太腐敗了 好來了 我們這時候看到一件事情 他們當民意院這個時候 他們基層的防疫官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有基層的防疫官 在漢江致敬 這件事情就代表 他壓力已經到一個程度 因為上面的官員無能 下面的民怨又大 誰倒楣 夾在中間那個基層的防疫官 已經有防疫官跳漢江致敬 這件事情我認為在韓國 會變成一個衛爆彈 因為他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他們還要去進一步採驗 二十一萬新天地教徒的監禧 這樣怎麼驗啊 我們即便是台灣的檢驗能量 一千三百個 我兩倍給韓國兩千六百萬 他要檢驗多久 要檢驗一百多天 才有可能把二十一萬檢驗完 一百多天 所以說對韓國來說 他疫情等於是失控 就叫失控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我們應該回過頭 來想像南韓網友那句話 雖然無奈 他說希望跟台灣換總統 回過頭來台灣的防疫 目前真的是很令亞洲國家羨慕 是連讓美國人都羨慕